大家好,今天这部影片分享用M8N做LINE聊天机器人 因为主动发讯息会有额度限制,所以会用回复讯息的方式来做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打开浏览器搜寻LINE OA Manager 点击第二个链接进入 大家都有LINE账号吧,用自己的登入即可 进来后点建立 这边要填官方账号的一些资讯 我们快速地把B填的部分完成按确定 确认输入内容,没问题就按完成 建立完成,往下滑动一些 这边不申请认证账号,点稍后进行认证 同意 了解并继续使用 跳出一个说明视窗,我们先关闭 点右边的设定 接下来点左边列表中的Messaging API 启用Messaging API 建立服务提供者或是用现有的 服务提供者称Provider 用来管理建立Channel的公司或个人身份 这边我再建立一个 输入完成按同意 确定 这边确认一下,没问题就按确定 启用完成,前往Line Developer Console 点刚刚建立的Provider 点新建立的Messaging API Channel 点Messaging API页前 这串是官方账号的ID 先前建立成功后 此观光账号就自动加好友了 稍后我们可以直接发讯息测试 接下来往下滑动到WebHook 点Edit展开输入框 这边要输入WebHook的URL WebHook是一种自动通知的机制 当事件发生时 伺服器会主动发送资料到你指定的URL上 我们到M8N创建这个URL 首先建立一个Workflow 点AddFirstStep 搜寻WebHook 点WebHook加入节点 这里有TestURL跟ProductionURL 我们先复制TestURL到Line测试 在这边贴上 点Update更新设定 回应8N设定节点 把HttpMethod改成Post 点ListenForTestEvent等待事件 这时候可以回Line发送测试 点Verify 出现Success表示测试成功 这边有个UseWebHook 启用后WebHook才能收到用户的讯息 往下滑动找到AutoReply Messages 因为我们用了WebHook 可以把自动回复功能关闭 点右边的Edit 关闭自动回应讯息 加入好友的欢迎讯息 可依喜好设定 我这边先把它关闭 回Line Developer网页重整一下 可以看到设定都更新了 底下有个Channel Access Token 我们等等会用到 先回应 by 这个是刚刚测试WebHook成功收到的资料 接着新增一个HTTP Request来回复信息 在WebHook后新增一个节点 搜寻HTTP Request 接着要发送回复信息的API 回Line Developer看一下文件 这边先点Isue产生Token等等API会用到 新分页开启上面Documentation 把目前这页留着 这边点Messaging API 到Messaging API Reference 往下滑动到Message分类 第一个Reply就是回复讯息用的 点它会跳到说明 复制这串网址等等会N by N贴上 HTTP Method要设定成Post 先设定Method 把网址贴上 接着要设定验证 文件说明是要在Header加入BearToken 这个Token就是刚才产生的那一组 Authentication选Generic Credential Type Generic Auth Type选BearAuth 我之前有设定过 所以有记录 这边点编辑 画面跟新增是相同的 如果你是新增的话 一样先到Line Developer复制Token 再会刚刚那边贴上 这样就可以了 记得命名下方便便是 好了就点储存 接下来要设定Body 可以回文件那边看一下格式 Reply Token是用来回复 使用者讯息的 而且只能用一次 约一分钟内有效 Messages则是你要回复 给使用者的内容本体 我们先直接复制 整段内容回N by 把SendBody打开 Body Content Type选择Json Specify Body选择Using JSON 切到Expression并开启编辑模式 把刚刚复制的内容贴上 先把这组Reply Token删除 这组不能用 因为没实际发送过讯息 所以WebHoken里面没有Reply Token 我们是要发送一笔测试讯息过来 先回首页 启用Workflow 让WebHook处于等待 接收事件的状态 接着开启LINE的对话视窗 我打个Hi 让WebHook接收这个事件 收到了 点进去HTTP Request继续调整 往下滑动 一样到Body那边打开编辑器 左边WebHook找一下Reply Token 应该在下面 往下滑动找找 把Reply Token拖页过来 我们只发送一则讯息 这边保留一个就好 调整一下格式 没问题可以回上一页 这时候可以点Execute Step测试 若成功的话LINE那边应该会有讯息过来 有了 收到讯息了 那接下来 我们新增一个机器人 先回到首页 把WebHook跟HTTP Request连接断开 这个机器人会从WebHook接收使用者的讯息 分析过后再用HTTP Request传回LINE 先点新增 右边选单点AI 加入AIA正节点 Source for Prompt 改成Define Below Prompt带入使用者的讯息 内容在Events Message上的Text 把Text拖曳过来 接下来点Add Option 加入System Message 这边要设定AI行为与角色的提示语 内容我先前有先写好 因为测试时发现超过5000字发送会失败 所以有特别限制字数 复制后回来System Message栏位贴上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要加入Chat Model 它所指的是一种能理解对话结构的AI模型 我们用Open Router Chat Model 先到它的网站申请Key 打开浏览器搜寻Open Router 第一个就是了 可以直接用Google账号登入 进来后到右上选单 点Keyes 点Create API Key 取个名字 然后按Create 创建成功后复制这串Key 然后回M8A 这边我再创建一个新的 把刚刚复制的Key贴上再储存就好了 测试成功 可以关闭这个视窗了 接着点Add Option 选Timeout 因为Reply Token有时效 我们设定30秒Timeout 再来Model可依自己写号设定 我先选免费的Deep Seek来测试 这边设定好了 可以回上页 把AI Agent跟HTTP Request连接 进入HTTP Request设定 上一个节点目前没资料 先点Execute Previous Nodes拿资料 等它跑一下 左边的Output就是机器人回复的讯息 我们先打开编辑器 因为中间加了AI节点 原本的Reply Token资料的位置需要更新 先在WebHoken里找到Reply Token 拖页过去Reply Token栏位 接着把错误的删除 往上滑动找到Uput Output是机器人回复的讯息 Messages里面的Text是回复讯息的栏位 我们把Uput拖页过来Text 这样使用者就能受到机器人的回复了 检查一下格式 没问题就回首页 点击Execute Workflow准备接收讯息 我再发一个嗨试试 如果没问题机器人应该会回复我的讯息 看起来可以 再实施发别的讯息看它 问它今天天气如何 因为我们还没启动Workflow 每次测试都要点击Execute Workflow 好了再发送一则讯息试试 那两个节点转动表示硬做中 看来询问天气它无法正确回应 若给予它查询天气的工具 它就能正确回应我们了 之后的影片我们会再介绍 接着我问问它算数的问题 发生错误了 点进去看看 这次回复的内容还有换行符号 如果要换行需要保留换行符号在自串里 我们可以用2json string来做 这样原本换行的内容就被替换成符号 2json string也会在自串前后加上双引号 把原本的删除即可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发同样的讯息测试 看看 如果http request没错 我就表示成功 OK 那这样换行也没问题了 接着我们启动workflow 点开webhook 切换到production url 我们需要复制这串url到line更新 path也可以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line callback 改完path后复制 往上滑动到webhooksettings 把刚刚复制那串url更新进去 点update储存即可 接着回n8n 我们已经启动workflow了 所以webhook会一直处于接收事件状态 这时要切到executions才能看到执行结果 切过来后我们再发一笔讯息试试 等它跑一下 可以再发一笔讯息 每次的执行结果都会记录在executions 如果选auto refresh 所以会自动更新 这边点选可切换执行记录 也可以进节点里看 这里有节点完整的输入与输出的过程 应该是刚刚启动中更改了设定 这边可以看到webhook有黄色警告 先停掉workflow 跑一次executeworkflow 黄色警告消失了 可以停掉测试再启用workflow 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那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觉得影片不错或是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 那么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